能力新年临近 政府表示将在牛车水一带加强执法 确保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 当局也从这个月中开始加派更多安全距离执法人员 协助控制人流 同时鼓励公众在非高峰时段去牛车水 星期六早上的牛车水人头攒动 工作人员手持计数器将进入巴沙的人数控制在300人 尽管如此 巴沙内依然显得有些拥挤 受访摊贩则表示 年关将近客流量比平时多了约两成 但不及往年盛况 而且大家都有戴好口罩 注意防疫 因此访客无需太过担心 环境局自这个月中旬起 增派人员到牛车水 提醒商家和访客保持安全距离 牛车水商联会也表示将和政府密切合作 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 确保防疫到位 互联合 公司 母公司 公司